目的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妻子李嘉芬家中祖坟 却被人检举涉嫌滥葬 因为这块地是水利汇农地 据了解李嘉祖坟在2000年设置 两年后殡葬管理条例修法 限定农地或建地进葬不溯及既往 之后水利汇地集清查 发现李嘉祖坟盖在农地上未向正公所申请 直到2012年李嘉来承租 但一起六年去年才续约租约到2023年底 一年租金三万多元 另外针对2012年前占用部分水利汇 已追征五年土地使用费十多万元 李嘉芬从农舍事件如今延燒到李嘉祖坟 记者致电李嘉芬弟弟 云林县议员李明哲无法取得回应 现在农地或私人土地当作殡葬用地 其实在地方上很常见 情理法如何拿捏取舍 政公所将寒温水利会 另外县府也将到场勘查 厘清强调依法行政